哈哈哈哈 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你朋友很喜歡那個我們 吳怡農對不對 一見到特戰男神吳怡農 陪走不算什麼 直接開視訊和朋友炫耀一波 另外民眾更是熱情 當場呢 沒有昨天有網友講 可是我是要去上班 我是剛有路過而已 那你覺得他比較帥還是玩得比較帥 但是他 一早7點半 北市立委參選人吳怡農 穿著Polo圈露出結石手臂 帶著誠懇笑容 正在捷運站後 喊民眾到早安 更把握機會健身 以騎腳踏車代步快閃各個捷運站 其實今天圓滿結束了 我們在中山區的這個 我稱為這個黃金四角 其實就是中山區最核心的一個 四方形裡面 跟今天所有上班的一起通行族 跟大家早上問好說早安 然後也順便發個口罩給大家 保持衛生安全 特戰男神出馬國真人氣旺 力拼飄飄飄入貴 宣布參選後 短短一個多月 網路聲量直接押過對手 現任立委蔣萬安 正面評價更是超過1300則 後頭的看板 也囂張寫著比講萬安更好的男人 其實我希望大家看到 是一個非常活潑有趣的選舉 那其實正面的選戰 正面的競爭也是很有話題性的 那後面這個標題的確是真的 我的確是比較好 進了國會之後 我必須幫大家把商圈活化 然後我們必須鼓勵創業 然後促進經濟 這些都是最重要的 那我在這一點 會絕對做得比我任何的對手 還要好 距離選戰 剩下不到90天 吳怡農不只用耐力 更要用政策感動選民 反擊對手也積極勤跑基層 力拼翻轉中宣區 替民意黨在立法院再下一程 歡迎收看王家傑李佳華 特別報導